Mr. Minner Mr. Minner 一般来讲亲的最小偷小摸的 然后骂人什么 这个都是属于Mr. Minner 跟人家吵架 比如说用恶劣的 有些时候用一些 哎呀你去死啊 你怎么讲那些 让人家不高兴的话 这个叫Mr. Minner OK Serious Crime的话是很 很重的罪 OK 一般来讲牵涉到杀人伤害 你把人家一条腿给砍断了 这个是Serious Crime 身体的伤害叫Serious Crime OK 所以这个辩论官 这个审判官 他本身自己这个地方官 他也是很有智慧的 你们现在来跟我说 如果是牵涉到罗马帝国的 这些犯罪的事情 按照罗马的法律来管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听你们讲 如果这个人 所以他要他们举证 就是保罗到底有没有犯 Etherson Mr. Minner 小偷小摸 或者是Serious Crime 有没有伤害人 杀人犯罪 有没有 有这个我就在这里听你们说 我来做审判 Right 这样就可以算是很合理的 我来听你们讲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没有的话就是因为你们犹太人 自己定的什么什么律法 你们自己的规矩 那这个就 我不需要在这里听 意思就是他根本不想管 他不想管的话 就不能治保罗有罪 就不能了 是不是 这只是属于你们辩论的层级而已 这样子 所以Mr. Minner到现在还是有 这个字在西方社会还是常常用 在美国也常常用 Mr. Minner 有些人说 我示范过罪啊 可是我那个是属于轻罪 不算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顺手牵羊 多少钱以下 或者我不小心把人家车子划伤 或者是做什么 那个都是属于轻罪 Mr. Minner 小偷小摸的这种事情 没有什么大大的问题 Serious Crime的话 就是你很恶劣的 你一般来讲 事情很严重 严重的伤害 或是你故意陷害人家 造成死亡 重伤或什么 这个就叫Serious Crime OK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 注意Crime跟Sing是不一样的 Crime 我们我们讲Crime的话 基本上是人的律法定出来的 叫Crime 人的法律定出来 OK 我们说OK 判这个罪 判两年 那个罪 判五年 那个无期徒刑 这个叫Crime OK 那这个Sing呢 是神的眼中看有罪的 所以很多人的律法 并不定神认为的罪 比如说你离弃神 去拜偶像 这是属于 这是罪 Sing Sing for OK 你心里面有恶意 OK 虽然你没有行经义 比如说奸淫罪 但是如果你已经想了 或者是你已经怎么样 有这个意图 这个就是Sing for 这个是有罪的 OK 在神看来 这个是不好 不解的 是有罪的 所以Sing跟Crime 这两个字 在中文可能都翻成 有罪 OK 罪 但是其实是标准 是不一样 Sing的标准更高 特别是指品德上 更高的标准 OK Sing跟Crime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顺便讲一下 Crime跟Sing的 这个标准不一样 怎么样 什么问题 Moses 对 通常来说 一个人如果他 以前是Crime 已经是这个 世界认为的罪了 那肯定他也 基本上也就触犯了 神的这个Sing 对 对 没错 一般如果你是Crime 你一定是Sing 但是如果你是Sing 你不一定是Crime 你不一定会被人定罪 对不对 所以相对来讲 神的标准特别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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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